师叔擂台一挑二 对面的话是林伯承跟斯托岭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 对面能不能切得动关杂帆 关杂帆的属性很硬 再拉一把光辉 如果你不是使六段的话 估计有点难切 斯托岭飞过来就六百多 你看秋沙点关杂帆 四刀切过来的话 半条血得不到 可想关杂帆的防御是有多高 关杂帆是不要速度的 相同的硬件你是绝对会比关杂帆快 斯托岭的话飞不出数据 只能下行会更好一点 下行的话还能控制关杂帆出手 还能控特技 无奈的是速度没有那么快 快的话还能无限的下 是吧 你得防关杂帆的地厅 关杂帆这边的地厅很凶 砍了一刀还miss 哇 他不砍要的话 站着给你砍 你都得砍死回合 十二二打一 还不一定能打得过关杂帆 就算三个人的话也不一定 下行再控 关杂帆是找机会出这个地厅 等这个回合数到了 然后再去找机会拉地厅 哈一哈对面估计就没了 天崩 凌波城 拉了个魔镜 感觉还行 是雪范 没有漫天 关杂帆才用一个药 我晕 踩干架 难道要刺刀切 刺刀切的话停止一回合 选择破血 对面这贴的也是六 知道关杂帆要点对面石头 他两个人都中这个高毒也是够瘦 地厅来了 而且对面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配数 滑掉的话也滑不掉 关杂万象 我们来看一下 石叔一拉这个地厅的话 起码是六吧 六轮车吧 好了 哎 没有倒 出法莲 水公 再出法莲 法莲的几率怎么这么高 龙龟没了 不会都没了